每天10分钟,全球资讯在其中 欢迎收看今日的快讯 大家好,我是盧铭 国际新闻方面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 昨天举行,讨论暴力侵害妇女问题 中韩两国代表反驳日本代表 关于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府 是编造故事的说法 中方代表指出 日军采用强制,有骗等手段强征慰安府 人数多达70多万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代表团公使 蒋端表示 报告中提及二战期间 日军在中国南京大规模强奸 和在多国强征慰安府等罪行 是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 韩方代表指出 南韩一直帮助恢复二战期间慰安府的名誉和尊严 其日方,别让少使者逍遥法外 加剧受害者痛苦 又敦促日本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 真诚道歉 二十国集团的外长和代表登上列车 前往意大利南部城市马太拉开会 今次二十国集团外长两年来 首度举行面对面会谈 会议将会集中商讨 应对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和加强国际贸易合作等议题 东道主义意大利 外长迪马约在自开幕辞时表示 实行多边主义和透过国际合作 是唯一有效共同面对全球挑战的途径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仍要透过视像出席会议 表示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严峻 经济复苏分化明显 二十国集团应该弘扬 伙伴精神 在抗疫等多方面合作 泰国首都曼谷一处新冠疫苗接种站 发现中国科兴疫苗呈现胶状 卫生官员升旗二表示 由于保存温度低过建议的涉事两度到八度 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官方确认没有人接种 并且已经回收该批疫苗 一项由英国牛津大学领导的 新冠病毒混合接种疫苗的研究显示 接种不同生产商的新冠疫苗 所产生的免疫抗体反应理想 当中以先打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后打辉述疫苗的免疫反应是最佳 产生的抗体比接种两剂牛津疫苗更多 研究人员表示 研究结果给予疫苗计划更大的弹性 但仍然建议现阶段保持 接种两剂同品牌疫苗的做法 具高度传染力的Delta变种病毒 在澳洲蔓延已经导致悉封城 其他地区也重新实施防疫限制 目前澳洲完成接种疫苗的人口 仅占全国4% 接种率之低令人担忧 澳洲几乎每个州和地区都爆出疫情 官员忙于应付 而全国有约1800万人 或者是相当于七成的总人口 现在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状态 或者是新冠疫情相关限制措施之中 南非宪法法院29号判决南非前总统祖马 15个月有期徒刑 罪名是藐视法庭 祖马成为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来 首位被判监的前总统 之前因涉嫌、腐败、受惠等罪名 祖马被南非司法部门指控 不过祖马仅仅在2019年7月出席过一次庭审 但很快就宣布退出 并且指责南非司法部门对其怀有偏见 此后都未有如期出庭 南非司法部门启动了针对祖马 藐视法庭罪名的诉讼程序 日本东京有专家警告疫情可能急速恶化 当局基于安全考虑 奥运性火传递将会避免进入东京部分地区 日本东京自上星期一解除 因为新冠疫情实施的紧急状态之后 新增感染个案持续上升 星期二再多476人确诊 在连续10日生增病例较上一个星期同日增加 有传染病专家指出当地晚上外出人流迅速增加 加上有首先于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Delta传播迹象 警告情况可能急剧恶化 甚至引发新一波疫情 香港和新加坡警方堵破一个跨境诈骗集团 共拘捕41人 涉及超过430宗网上求职骗案 被骗金马近3000万港元 两地警方一月起收到报案 只认证网站、社交平台刊登 拆单、原招屏 在网购平台或应用程式购物 声称以抢单形式提高货品销量 买购可以获得5-12%的佣金 并承诺会退还本金 编图有指示 市主将购物款项回到指定的实体或虚拟户口 收款后就失去联络 香港警方29日早上搜查蓝田和大埔部份单位 检获7包共1.5公斤 烧酸甲和硫黄 相信是製造炸药的原料 588发含火药的石屎钉枪弹 部分枪械部件 5支仿制手枪等等 警方说是收到线报 有人在网上发布涉及先动仇恨的贴文 中国贵州贵阳一段11岁弟弟 将出嫁姐姐由12楼背下楼上婚车的视频 感动了无数网民 据报道这名姓恩的女子上星期二结婚 她11岁的弟弟承诺要亲自背姐姐出嫁 为了保证不失误特意提前练习 婚礼前半个月 每天背着她门屋跑 婚礼当日新郎准备接走新娘时 新娘的11岁弟弟奋力将她背起 将姐姐送到婚车上 场面感人 根据联邦政府数据 至今超过26,000名国民死于新冠肺炎 但有专家估计具体死亡数字可能更高 加拿大王家学会今天公布了一份报告 显示自去年2月1日至11月28日 大约有6,000名45岁或以上死于新冠肺炎的国民 未列入联邦政府数据 报告更指出当局可能围留了大约3分之2具体死亡人数 加拿大低估了死于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 研究更表示 疫情死亡人数可能较政府公布的数字高一倍 王家奇警的一位发言人说 星期一晚上 一架帮助撲灭野火的直升机 在Edmonton以西约一个小时车程处的 Advansburg附近聚位 警方没有说明是否有人在聚位事故中受伤 王家奇警表示 聚位地点无法通过公路到达 警方正在继续调查 目前没有进一步的细节披露 今年的1月至5月期间 卑斯省共有851名 因为使用非法药物过量死亡 使今年成为至2016年宣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前5个月 据卑斯验尸服务署星期二发布的报告显示 仅在5月份就有至少160人 因为涉嫌非法药物过量而死亡 这个意味着在过去一个月中 平均每日有超过5人死亡 绝大多数死亡发生在室内 56%发生在私人住宅 29%发生在其他住宅 包括社会和资助性住房 临时住所、收容所及旅馆 温高华骑警表示 仅在一个城市24小时内 就有25起撤死报告 本拿比皇家骑警表示 在破纪录的热浪中 他们接到了25个电话 他们在星期二的一份声明中说 大多数死亡被认为与高温有关 据悉很多死者都是老年人 这种天气对我们社区的弱势成员来说 可能是致命的 特别是老年人和那些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 卡加利证实 一只与卡加利西北部发生的一系列 集击事件有关的凶猛土狼 已经被实施安落死 这是过去两周内被打死的第二只土狼 此前几名卡加利人遭到集击 城市发言人林肯朱利 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过去几天内 第二只土狼涉嫌集击了四个人 受害者包括一名坐在露台上的妇女 和一名坐在城市公园草地上的高中毕业生 灰北克公共卫生研究所 星期二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攜帶萊姆病的皮已经扩散到满地可西岛 使当地居民处于暴露的高风险中 根据灰北克国立卫生研究院 2019年的流行病学数据 大多数感染发生在Estree和Montarichi地区 2020年该省公共卫生部门 收到了114份来母病病例的报告 如果不治疗 来母病会导致长期的健康问题 症状包括发烧、皮疹、头痛及疲劳 如果你需要报告来母病病例 请拨打公共卫生电话 514-528-2400 或填写表格并全身到514-528-2461 多伦多市将要求开发商 确保新建筑的碳排放和能耗更低 同时增加更多绿色屋顶和电动汽车停车柱 以及推广密封等本土的存粉物种 研究气候变化机构副总裁 政策项目负责人布莱恩·柏塞尔说 这是多伦多提出的第四次 更新多伦多绿色标准的一部分 并表示这是潮住多伦多2050年 联温室气体症灵排放目标买出的关键一部 一对居住在列治民山的华裔夫妇 在父亲节当日双双倒闭家中 为下祖父母及两个孩子 一名邻居现正发起众筹活动 以帮助这个失去父母的家庭 据星宝早前报道 事件发生在靠近湾景大道及第十六大道的艾曼楼 警官尼哥已称不会搜捕任何疑犯 而事件对公众都没有进一步的风险 这个意味着死亡事件可能不关乎他杀成分 找本地热点新闻资讯 商家超市打字讯息 快点下载北美眉头条APP 北美眉头条 加拿大第一资讯共享平台 安省疫情 全省过去一日新增新型冠状病毒个案299例 死亡病例增加25宗 当中包括19宗追加个案 累计9154名患者不治 死亡率1.68% 另外自至昨晚省内24小时注射了26万5千剂新冠疫苗 至今总数1,447万剂 超过456万省民已完成两剂的接种 全国已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超过1千万人 有趣新闻 斯朗和可可可乐越炒越大换 这成为了本届欧洲杯的一个大热点 而且还不断有后续发展 28天在葡萄牙队被比利时淘汰出局后 外网上流传了一则可可可乐报复斯朗的短视频 视频中可可可乐发生成人类 将两个斯朗的画像从桌面上移走 手法堪称完美复制 在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斯朗将镜头前的可乐移走 并对记者们表示 多喝水而不是可乐 此举用可可乐的股票下跌损失惨重 最后我们来一起看看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 多人多天天多云 部分时间有雨 温度介乎于17度至28度 后日有雨 温度为15度至23度 温哥牙方面 明天天晴 温度介乎于18度至27度 后日阳光普照 温度为18度至26度 油价方面 大多伦多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 明天将会下调两仙 普通级汽油将会减价 至每公升133.9仙 而大温哥牙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 明天将会上升两仙 至每公升167.9仙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快讯 祝大家有愉快的晚上 再会 新动力演播厅 为你打造舞台艺术新意境 资讯热线 1888-946-3549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